擦两眼睛看神剧 大家好我是小Q 今天咱们抽出一代拳王隐居在外 却被人挑衅的精彩电影 暴躁家族 到底有多暴躁 咱们抽抽看 如果有一天呢 一番无意的你为了躲避恩怨 隐居失败 却被暴徒挑衅你的心里 是个啥滋味呢 这个九爷曾是东北这个阿子拳王 退役后 举报了不干正事的兄弟 被迫逃离在外 可他没想到啊 却卷入了另外一场示威当中 当初的兄弟也带人找上门来 那接下来九爷将如何面对的重重危机 那我们一起往下看 话说啊也不知道啥时候 冰天雪地的看着都让人哆嗦 这时突然冒出五个 咱也不知道啥品种的人物 让人都要去这西餐厅整口 小鸡炖蘑菇压精 一个个是披着貂皮 是真是假 咱也不敢问 这老头是这个阿子老板 兼职服务员 招呼几人先做的 随后来到礼物 给这个叫九爷的上菜 这话还没说完 那外边貂皮哥一顿嗷嗷叫 让人家老头利索的 九爷听完后也没吭声 跟人家一家老小过自个儿的生日 这边的刁皮哥叽叽歪歪的 显摸之时一不说 哇你我妈会九月九路边 逃那这家绝对正品啊 穿上之后差点把人妹子 迷在了我这英俊的外表之下 你说这大半夜的听你 瞎就把胡扯 那谁不闹心呢 九爷媳妇神雪 是气得是差点怀孕 九爷问对方几个人 他女儿小婷说四公一母 随后声称啊 这回又得回去睡觉了 磕巴的儿子小雨 吓的嘚瑟 随后一晃一晃的 走到刁皮哥身旁 二话不说 马上一坐 看着架尘貌似 在整那儿咬鹅的 对方纳闷的 哎你谁啊你 隔壁桌的说 这人是九爷 众人听后笑了 还九爷 你哪不成你这胡扬娃 那爷呢 九爷也没生气 说直到这嘎嘎 这稀残挺身不 让这个球啊 这刁皮哥就不愿意了 你这货挺硬啊 老的轮动 你教训了啊 这话一说啊 赛场赶紧撒鸭子回家 带海子去 把记者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随后大门一关 九爷瞬间 小雨桌爆发 对着众人刷刷刷一顿揍 那你这没冲VIP的 再嘚瑟能 嘚瑟到哪去 这边打的是如火如荼 神血一家有模有样的 吃着全程不带正眼丑的 一番折腾之后 警察叔叔也溜得过来 那指定是完肚子了 好在九爷教训的是 这块恶霸 自己没啥大事 被人保住来了 出去之后啊 那西餐厅大爷就输了啊 你说你这打几十年 全了皮咋还没收敛呢 我得到消息了 王峰子要出来了 这话一出九爷不淡定了 起身生生离开 咱也不知道 这王峰子是啥人物 导演不说咱也不敢问呢 这来到他家后啊 看见他媳妇 一时不知道咋开口 说你不是想旅游吗 带小儿去溜达溜达得得了 这可把消息给激动坏了 神血问啊 走了点谁看呢 九爷说你娘仨去 我留着就行 神血听后觉得不对劲 询问他到底出啥事的 眼看着瞒不住了 便将王峰子出来的事 说了出来 这话一说完呢 那一家老小都不淡定了 大家伙正嘀咕砸整个水 神血合计啊 将这个房子卖了 自己一国亲戚的海牙 有个空房去那得了 这说干就干的 一家老小抄着罐瓢盆 啥来到了海牙 一个个墨镜带的 看上还挺像回事啊 咱也不知道 是不是找剧组界的 几个人打个出都 一路晃悠 来到一所世外桃源的地方 果不其然的 丑到一所空房 两小孩起身 跑到二楼 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海 那可是激动坏了 这嘎尔比都没老家好太多了 你说你们这说走就走 那人倒也能愿意吗 家里这头 这提着小包出来的 正是九爷所说的王峰子 人家手下多年没见大哥 和其外面整个猪肉 盾问条子 再加俩牛犊子 可真糟啊 第二天一早啊 这九爷被外面张着声吵醒 开门合计抽出啥情况 问他们都谁啊 这老哥说 你别管我谁 你们好端端私闯民宅 干个球啊 这房子空好些年了 你们几个说出去住 也不吭声 我看你们指定是 渡公子底下小独子 九爷也不想听他唠叨 说啥渡公子咱不认识 这房东是咱家亲戚 不信心瞅瞅自觉 这看完他信了他的话 说刚才误会 我是这块村长 不过你们来也行 以后干啥都得跟我们规矩 哪天我不高兴了 指定送你们回家带海来去 这九爷笑了 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村长一说 哎呀他看不起我是吧 神学大岔说 咱出来扎套 印度包含 看着架势 咱和解指定是出点妖娥子 第二天一早 这村长骑着自行车 一晃一晃的在这转悠 却被这钉子给扎胞胎了 把他给气的 这啥情况 哪个编剧安排的事 正骂着呢 草丛那边出了个人物 手里拿这么阿皮带给套头上 随后刷刷一顿走 具体是干的 各位指定比我明白 另一边呢 这小婷和小雨在这玩呢 你说这水灵那大妹子 指定被搭讪呢 小婷看到这德行压根不达的 拉着小雨溜到了一边 这小哥刚嘚咋们一会儿 身旁哥们不淡定了 拉着他就往外跑 可并没有啥卵用 还是被人堵上来 随后带到了一间屋内 一个头都抹上了哥们说 要不找你爹 把合同利索给牵了 要么把这箱二锅头给我赶了 这哥们脑瓜子一上头 说是不是喝了指定放我们呢 这头又说我杜某 说到做到 可万万没想到 这伙一个气人撒牙的往外跑 下楼又恰好撞到了小婷 小婷刚要怼他 就被人手下给抓斗了 小婷此时拉着对方 说这货不能走 撞老娘家这么玩奴的是吧 对面兄弟笑了 刚要出手就被小婷 一脚踢的差点还晕 可把这哥们看了之后 奥多曼来了 其余手下能不要灭了吗 一个起身放大招 小婷不敢说 一身拳脚功夫刷抓硬服着 那你这配角能嘚瑟几分 三下五穿就被打趴下了 咱也不知道 英雄救美啥时候 改成美旧英雄了 第二天一早 这裹得跟木乃伊士的村长 说要来谢他们 昨天搭身的哥们冒手来说 老哥 昨晚我跟你闺女 一路发现他出事 神血纳闷的 你们到底想说啥呀 对方解释道 昨天我爹去买猪肉 被开发上身偷袭了 晚上我又被他们威胁 多亏你闺女甩大招 才救了咱这一小命 村长也激动的招呼大家 感谢舅爷一家 到了晚上 这唱的挑的还挺像卫士 小婷也得知 这小哥叫阿浪 他兄弟叫阿浪 阿浪问他咋能能打呢 小婷说 我爹教他 他当年可是拳王啊 而小羽反被阿浪嘲笑 原来他爹教他姐放身的 不教我是怕他以后 跟他一个德性 而九爷此时 也从村长口中得知 今天那人 就是之前我说的杜公子 他家是这块最大的开发商 他看中这块渔村 想用了开发 那我指定不愿意 咱村民在这生活一辈子了 说了打鱼 啥也不会 他又给拆了 大伙以后还吃个酒 就这样 唏嘘到了深夜 大伙也回家睡觉了 可这时 一个人影 鬼鬼祟祟的溜了进来 具体干啥 咱也不敢吭声 九爷听到东西之后 赶紧起人抽出他情况 可刚转身 突然看到了 王峰的随后自溜一下 最后猛的起人的发现 这眼里是一场梦 第二天 小婷也换了身衣服 去找阿浪 把这货哈喇都快整出来 三人骑着摩托车 和去外面溜的 九爷做了那个梦之后 不放心 小婷骑着车的后边跟踪 三人是一路说说笑笑的 折腾了一天 晚上阿浪准备带他 尝尝这嘎嘎的椰子酒 小婷问 这啥玩意 阿浪说这这槟榔挺好吃 但吃多也不好 小婷准备尝尝啥味 可刚嚼没了下 突然晕倒在地 九爷看到其他 一个起人 竟然俩祸甩一边去了 暴走的闺女 好歹没啥大爱 睁开了双眼 原来他吃槟榔过敏 他爹又送医院 送的比较结实 小婷起人之后 看到阿浪阿虎纳闷了 你俩这打扮啥情况 那阿浪指定是不敢吭声 不用丑都知道 是他爹整的 小婷还能杂整 于是出去道个歉 阿浪也怪懂事 说谁都互赌的 这不算事 刚和其说点啥的时候 电话突然响了 逃出来一丑是他爹 眼看着没时间了 只有先行告退 小婷也有点失落的答应 你说刘阿妹回家 那编剧能不能给家人的信吗 不知道从哪 冒着几辆车躲在前面 第二天一早 阿虎一路飞奔 来到酒店家 说阿浪被杜公子抓走了 还让村长自己去救 小婷听后急忙跑去 这边村长骑着自行车 来到的地方 杜公子让手下将河东给他 说只要签了 只定让阿浪回家 村长看到儿子心里是难受坏了 脑瓜子一热 将河东给死了 把杜公子整蒙圈了 村长说 我负责俩命没得可以 但绝对不能对不起祖宗 对不起村民 这个杜公子看得挺硬 让手下弄死这一货 刚动手时小婷赶了过来 说人是我打的 有种冲我来 杜公子笑了 行啊 你要想把他们带我去 我就不扔这块地 话刚说完 九爷坐着三车车溜的过来 骑着没气管 二话不说 大客人发门 随后说道 都是老爷们 刚才你说的话算数吧 杜公子看他这架势 不信他敢真点 那九爷能不要面子吗 哪大火机往里冲我 杜公子一看 这妈玩真格的 吓得赶紧打你 随后放走了他们 好端端的当着 手下面被打脸的哥 谁心里也不好受我 可他就不知道 九爷那大火机里边 压根就没气 纯属装着样子显微 你说这就完事的 编剧愿意 导演也不愿意 东北这边 王丰子来到了 之前那家西三厅 看见的还是老乡识 王丰子瞅了瞅四周 也不知道琢磨啥 老头端上了一盘 意大利打脸之后 这王丰子跟八百年 没吃过饭那样 随后问 人呢 老头说不知道 王丰子笑了 拿着铁链 鼓得来鼓得去 走了过去 不知道想争着啥小恶子 这时间一久 孤男寡女的感情 也逐渐人声闻 没事捞了壳 看着整挺黑 把我整挺尴尬 九爷这会儿 正看着小孩踢球 突然发现 杜公子走下来了 最后跟他们 来到一家餐厅 杜公子就说 这里是岛上 最正宗的意大利餐厅 厨师都是导演国外租的 九爷能看不出 他啥心思吗 让他想说啥 利索而的墨几球 杜公子也不隐瞒了 说只要你跟我联手 到时项目开发拳 我全交给你 九爷笑了 真胆不起 咱就老百姓一个 在这逗逗嫁 杜公子不愿意了 赵清九 曾是一代拳王 退后人称九爷对吧 当年你兄弟 王丰子不干正事 你和警方一起端端的 让他在里边待了30年 如今他提前出来 你怕家人受了眼泪 来到这里 只要你答应我 王丰子 我来帮你摆平 可没想到 九爷依然不答应 让他好好吃别 噎着随后起身离开 这把杜公子气得 差点怀孕 随后拨通了 王丰子的电话 原来这货 早就托人打听了 九爷身份 了解了这桩的破事 晚上九爷告大家后 和其第二天离开这里 神学说在哪都一样 重要是一家人在一起 九爷说 明天我带你们去吃 正宗意大利面 吃完咱西天取经 来到餐厅之后 九爷显问了说 这嘎子是岛上 最正宗的意大利餐厅 出师都是国外祖 我的甘心症 挤人吃的是 我直溜口水 此时广播传了一条信息 引起了九爷注意 顺着声音方向 看到正在播报 王丰子到处作恶 现在在往海亚赶来 神学劝他赶紧抖 此时电话突然响起 激动后 正是王丰子的熟悉声音 说他朋友在他手上 神学奈何不住他抱别解 只有听他话 先行离开 这边呢 阿浪刚要被教训 九爷自带BGM的溜达过来 王丰子是乐了 九爷不愿意了 你这货咋还是那么卑鄙呢 王丰子说 当初你把我卖了 你难道不卑鄙吗 二年来 我一直在想出来咋整你 我瞅瞅你还有没有 当年那么能打 只要打到他们 我就放人 眼看对方挑衅 九爷是瞬间小宇宙爆发 对着众人一阵甩杂招 那这群众演员 指定是敌不过 一个被打在耳耳叫 这一人折腾来折腾去 早上一瞅再打下去 演员不够了 赶紧安排几个人马 抄着国安票本的将九爷给击到 可把王丰子激动 这一阵显察 全王就这得情 刚又接着队 一伙人马赶了过来 带头的正是神雪和那些村民 大伙大闷的 这眼儿的啥情况 编剧临时夹心没给输 没辙 让小弟赶紧出来撑人场面 神雪本身也是个暴脾气 两发真马 抄家伙开启团战模式 这女的发起表皮 男的还猛 这话一点也不假 还好我单身 有了大伙帮忙 阿浪和村长也被顺利营救 阿伙说已经报警了 可毕竟普通人和这群暴徒 实力指引有点悬殊 还是被对方给要挤了 好在阿浪的一旁躲着 趁机冲上去打乱了大伙 小婷再趁着打铁 熬到了警察叔叔赶到现场 最终将王丰子等人绳之一发 转眼三年过去了 东北这家西餐厅 迎来了新主人 正是九爷一家 只是这次多了个阿浪 具体是不是到插门 他不守宅也不敢问 那接下来这暴躁一家 该如何相处呢 就留给大家自己抽出来 看完呢 再跟大家伙简单唠唠 作为一部清醒喜剧动作片 电影更加的还原出了 东北野门的性格 虽然说以动作为主 但不能看出 呈现方式还是想给观众 显得更轻松 这样方便进入剧情 打斗方面 该硬的时候也没含糊 团战场景 有种冲回老港片的风采 以东北为出发点 海亚作为结尾 更好地营造出 坚强和浪漫的对比 电影也告诉我们 邪恶始终压不了正义 无论你之前是什么神闻 一旦有了家庭 安安稳稳的生活 才是最幸福 顺便提醒大伙 一定不要结交 不干正事的朋友 总体来说 还是一部不错的影片 大伙没事 可以看看 乐呵乐呵 那如果有一天 你是个拳王 面对暴徒挑衅 你会如何解决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小Q 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奇葩电影 可以在下方评论 喜欢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